各位九龍西的選民大家好 我是六號黃毓民團隊 四年前我參加立法會選舉 我的政綱是顛覆議會文化 提高議事質素 加強監察政府 四年內我推動五區公投 打拉布兩個半月 拉到五師十四局 今次我的政綱是 為基層發聲 為弱勢出頭 向港共政權說不 打到保皇黨 打到民主派 輪到最後一張名單 六號黃毓民名單可以提問 喂 你們別說話 我時間有限 請你選一位對手 現在是灌溉滿烤台 小弟就私人讀潮水 又沒有人會問我問題 你快點選對手 梁美芬成為眾矢之的 我當然要送他一程 不過在送他一程之前 我要講 剛才我說打倒民主派 又漏了我的偽字 但其實都對的 去年十一月 民主黨去記者招待會 開除我民主派的黨籍 說不是同路人 連我們做同路人 五區公投的公民黨 黨魁都說 要把擁抱黃毓民的人 畫出去 文協 馮檢基開記者招待會 又說我不是同路人 哇 你們這些民主派狗賊 全部都當我不是人 那我當然要打倒你了 剛才說了三分鐘 阿俊哥 我還有大把東西說 是不是 這個論壇 有五位女士 這些選舉論壇就是黎張摔角 你還要跟那些女士打黎張摔角 所以我那些助理 未娶老婆那些 看完兩次這些論壇 就嚇到害怕女人 是不是 你怎麼跟他爭吵 他扯著你都不放的 是不是 不停答聲 是不是 我就溫柔一點對你 阿美芬 我記得在2011年7月份 你們有個叫大信政策研究中心 你這位大學教授 就解釋給別人聽 因為你做常務副主席 為什麼我們叫大信政策研究中心呢 那我一聽 咦 這個人有料 姚信耳湯文武成王 周公孔子相繼不絕 識爺 他說 我們第一個項目 就是關於水質的 大雨治水 大信是他老爸 我一聽 大信為什麼會是大雨的老爸 小弟 小弟都叫做精通中國歷史 不要說精通 就是粗略知道中國歷史 這些人做議員 真是很傑 最近一次令我黑骨難忘的就是 行公二號年吻的基督徒梁美芬女士 在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裡面 教訓王毓民 對著劉慧卿講 我現在講個故事給你聽 是嗎 幾年前 在廣州 有一個人示威 坐在橋上 坐了八個小時 下面塞車 接著人們跟他說 你跳吧 你跳下來 你跳下來 你快點死吧 黃毓民 你是大學教授 我對你真的很可憐 他們那些對你很可憐 我沒有指控的 我沒有指控的 我沒有指控你 不過你呢 就很有問題 我們一定要踢走梁美芬 說了一半 你是中聯辦 九龍工作部 我們是承認 環境 踢走梁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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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承認 踢走梁美芬 他今天 一定 踢走梁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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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將一半 的說明 因為呢 我們是提到 希望那些市民 他們真的覺得 抓狂的 踢走梁美芬 踢走梁美芬 他不斷 踢走梁美芬 踢走梁美芬 再打採用梁美芬 只對採用梁美芬 就是不與他有小事 的性感 我們只有勒敗 在拉布 好了 時間已經到了 對了 毓文哥 我就很擔心跟你說話 所以我只能夠問 你第一個問題就是 一個人民的力量都說 門口海底隧道,外面有一塊牌子,有一個新界社團團會,新界傳統左派支持那塊板 那些網民說是人民幣力量,跟左派勾結我 你先問一些資料,那個叫天行公司,他們長期有海底隧道的廣告 因為那天香港人網周年晚會,杜玉鳳小姐聽完袁明明一番話之後很感動 因為袁明明說要拿那個海底隧道的廣告拿不到,那他拿那個樣子給你,就是這樣來的整個故事 那如果你說這些就是人民幣力量,民主黨除了接受黎智英捐款之外,劉孟雄也捐款給他 全國政協,社民連,保釣分子,劉孟雄出錢 那你怎麼計算?對不對?所以你用這個來質疑我,我就覺得很有趣 香港的所有的工商機構,有誰沒有跟這個所謂中資機構或中聯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呢? 我都不說劉孟雄捐款給他們了,對不對? 那你只要公開就可以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問題,OK? 對我們的立場是沒有影響的 就是中資給錢都可以了嗎? 那不是中資,那不是中資來的 你查上市公司的那間天行,上市公司是什麼公司? 不要說中資公司,OK? 他不是國營的公司,不是國營企業 就是你不會接受中資,國營企業的贊助嗎? 我們很簡單,我們所有的捐款都是公開的 我們不只得好像民主黨,黎智英捐了千多萬給他 要由那個Foxy去公佈 然後他自己是完全沒有回應的 我們回應的,我們那晚公開了千多人的 那個集會是 那個萬縣是 千多人在飲宴 然後那位導使者上台說了一番說話 我是很敬佩袁媚明小姐 放棄美國國籍 自己納錢去登廣告 我把我這個廣告送給他 當是捐給他公開的大佬 什麼陰謀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沒意思 不過如果你喜歡說,我也無妨 我又回答了你 從這件事更加看到 我們人民力量,特別是這些年輕的成員 他們用了心來對香港 放棄美國國籍 參加這個立法會選舉 還是排第二 那是不是人家屈你呢? 就是人民幣力量那些 那當然屈你啦 你做棟篤笑嗎? 為什麼我幫那些網民問呢? 人民幣幫網民問 網民是叫做 喜歡在網上打XXX 是不是? 又沒有名字的 又沒有姓的 是嗎? 黃惠倫就是惠倫王 007王 那又可以罵我 我黃毓民是 三個字在網上就叫做黃毓民 我們說的就是黃毓民負責 你這些網民的網上的遊魂 包括你老人家不知道有沒有做 那就是惠倫王 王倫慧 倫字 這樣都可以 當然可以 那你現在有些網民那些 有沒有真名真性? 這些指控人民幣力量 有沒有真名真性? 沒有的嘛 是不是? 所以 就是浪費了幾分鐘 是不是比較上 我還有一個問題 阿毓民 其實十五年來呢 香港人都領領頭 怎麼領領頭呢? 就是管治水平 如江河日下 那不知道 毓民兄你有什麼的研判? 怎樣康政他呢? 不用康政的 康什麼政呢? 你只要民主派 你夠膽好像人民力量那樣 兩個人 打兩個機會拉布 政府 那個重組架構 就可以倒閉 那時候 經常說 哎呀我只有二十幾票 我保住三分一的關鍵小數 2010年自己就 放棄了三分一 否決放棄了支持政改 那黃飄慧 我們不是支持政改 我們是改良政改 改良政改 香港共產黨接受 你是執政黨 是不是? 你是執政黨就可以了 你提出一個方案 是不是? 然後政府接受 那你是執政黨來的 對不對? 我們就不是的 所以你說康政 就是教授 你是太斯文了 香港基本上是沒得救的 沒得救 當然了 沒得救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希望 寄託在我們下一代身上 總之 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 是不是? 人民力量 撥亂反正 香港共政權說不 打到梁振英 就是這樣 那年輕人怎樣去撤入 你看到我們多少年輕人 我們有五個區 兩個老爺 其他三個區 全部是年輕人 三個區都有機會贏 只要大家投票給人民力量 每個區 支持人民力量的候選人 港島四號劉嘉雄 新界東七號陳志全 九龍東八號王陽達 好,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接著輪到六號的黃毓民名單 他就是來自人民力量 黃毓民在2005年 組織人民力量 2008年由社民連的身份 當選九龍西立法會議員 之後在11年成立人民力量 現在就是人民力量裡面 其中一位立法會議員 名單之內也有本身是牙醫的 嚴達明和兩位議員在理 周俊橋和劉鐵衛 時間三十秒,你們可以開始了 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 不是爭議的消失 而是公義的彰顯 人民力量 為基層發聲 為弱勢出頭 今次的選舉 希望給大家 多一個選擇 給一些機會 年輕人加入議會 撥亂反正 九月九日 全家總動員 標投落 團隊 沒有